这也是咱们画一个下垂的叶子 先勾住他的这个筋脉来上边画一个 下边就可以把它这个 下垂的这个叶子这么换一下 这一点一定不要平均啊 要有这个散落的 大的这边是小点的 然后这个从这边出来 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叶子毛笔 咱们可以再加点这个颜色 之后呢咱们再用 这色颜色 再沉着里面再看一下 这样子就有这种老叶的感觉 这个要是出现老叶的话 不管是画树叶还是和它的荷叶 都可以加点这湿的颜色 你会感觉到一种老叶老气哄气的感觉 还有这一种 这边这一种 也是先勾住他的这个筋脉过来 好 咱们利用这个大点叶子 咱们直接加在这个测试的颜色 往上换一下 换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这种变化 要有变化了 这个叶子的这个感觉出来的 多少大小 换之后咱们还是用这种方法 画的这个测试的颜色 再画点绿色的颜色 感觉到 这个干从这边 从这边掉的出来 这么干 再把这个点点这个 再点点点就行了 结果呢再加点这个 感觉到更切实一些 这边也是刷一点 下垂液的画法 就是这种 画的时候进一条大气一些 所以不进行 这个画面 有关转的 下垂液的 1